哎呦下雨了 哇塞 又下雨了 我们在韶关最喜欢的就是骑这个小电驴 但是孩子骑小电驴 从酒店骑出来 骑到这个百年东街里边 把这车往那一搁 从这边往回溜 下雨了 正好也到那东街里边 也淋不着了 这就是透露出的那个骑楼的好处了 你瞧这骑楼 这外边下雨里边走 它就淋不着 是吧 风吹不着 智晒不着 雨淋不着 这广东的特色 这是下雨天的真江 真的就是 怎么说呢 这一个城市有一条大河 这河啊 就特别的显得有活力啊 河岸两边就是感觉真的好 而且这个城市 它有两条 两条这样的河 哈喽哈喽转身 跳 嘿嘿嘿 好 我们现在在这个毕生客的二楼啊 毕生客的餐厅有点小 毕生客的餐厅有点小啊 毕生客的餐厅有点小啊 就是现在没有位置 现在只有一个 俩人的位置啊 确实这个餐厅的环境确实是非常好 这是河景的那个餐厅啊 晚上应该是尤其是傍晚的 今天有积极节啊 应该座位比较紧翘 但是这个可能管理是有点问题 就要上楼了 但是其实没点 然后就在这站着 有点尴尬 好 服务员帮我们找了一个座位啊 四个人在江边那个餐厅 我们坐下来了 现在只能说现在这个点餐啊 真的太困难了 这个扫码一个小程序 或者小的APP 然后他这个后台还要挂一个后台 有要注册什么会员呀 挂各种那个卷 优惠卷 选择卷 还有什么处置 来回倒啊 切换呀 再使那个卷 现在这个太困难了 这个功德量 真的就不能直接一点 我们这次广东行 其实是在韶关的时间是最长的 因为我们进出就是在韶关 进来是待两天 然后这回走呢 是待了四天 其实真是感受了一下 越北明珠啊 越北小城的一个生活气氛 我们进进出出的就是 来回就是在这个凤菜楼啊 哈哈 就来回就在这走啊 这上面晚上还挺热闹啊 上面是还有什么 美甲美睫啊 剪头发的 然后这边是奶茶店 还有吃烤肉的地方啊 走 咱咱从这边走 咱从这边走 从这过去 晚上啊这个小城那个最热闹的地方啊 全是各种的那个花的那个花束的灯光在闪烁啊 贩卖浪漫 这贩卖浪漫这个英文好像有点对不上了 姐妹寿司 姐妹寿司 你看我问问人家卖多少钱 你一年未来 喂 这边有城管这边喊了一嗓子啊 这边小贩这边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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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城管的这个车在这呢 喊了一嗓子 这边全都要跑了 哇 城管来了 城管 城管来了 都跑了 一片骚乱啊 城管来了 人呢 人呢 这一溜啊 这边在那呢 在那后边呢 城管这车走了 这边马上就恢复了 恢复就回来了 已经回来了 回来了 刚才一片骚乱啊 我们从这又溜达溜达 我觉得那个城管那个真的那个力量太大了 就一辆车 吼了一嗓子 一片骚乱啊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 这是那小棚子吗 因为有点下雨啊 他这是那小棚子 他要把那伞给收下来 那伞都砸了一个 那个旁边的一个路人啊 哇塞 那个这真的就是害怕 真的害怕 赶紧就跑 但是人家城管根本就没下车 没有下车 其实可能 我觉得也是一种默契吧 就是你还是得保持这种那个 人怕你怕城管 对吧 别让人来执法 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那就也麻烦了 可能也是一 也是另一种问题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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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